广电总局加强版的献余令呢 日前已经正式的下发各个卫视了 明确规定啊 每家卫视每年新引进的国外版权模式节目呢 不得超过一档 而且呢不能进黄金档 而且呢全国卫视的歌唱类的节目最多呢是保留四档 我们来自新闻晨报的消息说啊 加强版献余令引发了业内的震动 有知情人士透露说 新献令的条文比外界流传的更加苛刻 甚至呢还要求各家卫视 每天要有七个半小时不准播放综艺节目或者是电视剧 这对于明年的卫视格局 尤其是节目自主研发能力不强的二三线的卫视呢 将会带来非常巨大的冲击